花蓮大地震造成台北市南机场公寓 十联洞整宅成为围楼 让不少市民开始关心到房屋居住安全的问题 而市长蒋万安在进行视察时 也宣示台北市将进入大都更时代 需要透过容积奖励把房灾思维导入到居住的生活体系 才能在天灾发生时让民众生命财产多一层保障 0403花蓮大地震让远在台北的民众 除了对地震带来的震撼感到不安 同时也开始检视自己居住的房屋的耐震系数 如果震压发生在台北依旧挺得住这样的天然灾害吗 台北市长蒋万安巡视南机场 因为地震造成的围楼时 宣示台北市将进入大都更时代 为的就是希望把房灾思维导入生活体系 避免悲剧再度发生 我想台北进入大都更时代 这是一个使命 觉得也不只是恐慌 而更重要的 我们希望透过更大力道的都市更新政策 能够让民众了解面对各种天然灾害 进行都市更新 特别是面对防灾型的更新 这不只是正义也是安全 蒋万安指出台北市平均屋里已接近40年 超过30年以上的房屋比例高达72% 显示出对于建筑物安全与都市更新的迫切需求 因此希望透过提高两倍的容积奖励政策 强化住户都更意愿 希望不只是正义也是安全 去年10月我们推出的防灾性都更 还有准备专案 其实容积已经到两倍 那未来只要经过都市更新委员会审议通过 不受法律容积两倍上线的限制 专案审查都可以用容积奖励来提高住户的意愿 0403地震邀请民众对防灾意识的重视 蒋万安希望多方进行防灾式或是防灾风水式的培训 并全面检视房屋结构安全 才能在天灾发生时 让民众的生命财产多一层保障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 台北市第二辆双程餐车即日起正式上路 这辆全新的银色餐车 外观使用七彩雷色白的色彩 餐点则是跟五星美传精华酒店合作 除了下午茶晚餐套餐以外 还新增了午餐的餐点 可以享用到美味的冠军牛肉面 精华酒店五星级下午茶及豪华晚餐套餐 将在台北市第二辆双程餐车溶动登场 想吃午餐的人 餐车也提供最顶规的冠军牛肉面 要让大家一边享受美食 一边欣赏台北市区的特色风貌 又能够欣赏台北市的美景 可以在餐车上最快的 看了我们台北市最精华的 包括我们新一区 大安区很多的景点 然后在餐车上面 又可以享受心急的佳肴 双层餐车从2021年12月 营运至今已经超过两年 总搭乘人数突破3.9万人 这次推出了全新七彩雷射白的银色餐车 阳光照射下会呈现七彩绚光的彩虹色 白天黑夜都有不同面貌 车内装潢则以英式风格 象牙白搭配水晶蓝的皮革椅 呈现典雅氛围 现在世界上有这个双层餐车的 有巴黎 东京 大阪 然后香港 还有曼谷 再也就是台湾 那所以其实我们这个餐车 在110年12月开始之后 大概有30%是外国人 那外国人里面又以新加坡跟香港人最多 双层餐车行径包含台北101 桃珠影园 五福纪念馆 台北大巨蛋 信义A13 仁爱敦南圆环 台北天空塔等指标性建筑和景点 全车彩预约制 营业时间为周二到周日 提供四个餐期 分别为午餐 下午茶及两梯次晚餐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上网预订 记者游翔婷 台北采访不到 韩国知名广告公司的台湾分公司 有一名业务员涉嫌勾结诈骗集团 在各大媒体和网络投放诈骗讯息 利用假名人代言诱骗民众汇款投资 而公司的负责人和主管 明明都知道员工从事不法 却碍于公司业绩默许 刑事局查获至少有93人被害人 诈骗金额超过2亿元 网络投资广告无所不在 不管是社群软体还是网页 都可以看到名人分享赚钱方法 但小心落入诈骗陷阱 刑事局逮捕一名35岁的实姓男子 在外商广告公司工作 却私下和诈骗集团合作 帮忙投放广告 冒用常见的投资名人来诱导客户 短短一年多不乏所得就超过2亿元 以用公司广告平台 并假冒知名财经专家代言 使不知情的民众 误信点入广告页面 进而连结至LINE群组 逐步落入诈骑集团的 话术陷阱而招诈骗 警方调查发现 实姓嫌犯任职的广告公司 运用大数据分析网路使用者习惯 提供业者精准投放广告 增加国内外媒体曝光率 借此赚取大量广告业绩 而负责人明知员工 从事不法行为 缺爱于公司业绩 选择默许 也遭到警方一并带回证讯 实姓主贤和负责人证讯后 各100万及50万元交保 经经查至少有93位民众受害 索性警方及时破获 避免占有更多人无故受害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台湾民众不婚不生的趋势增加 人资专家调查发现 由于担心钱赚得不够 买不起房子 以及工作太忙 成年上班族有五成八的人 不论是否已婚 目前都没有小孩 而且没有生育的计划 至于有小孩的职场爸妈 更有高达九成的人认为 工作和育儿无法兼顾 七成八的亲子关系梳理 小婴儿哇哇坠地 开启生命新篇章 统计数字显示 去年台湾的新生儿人数 有13.5万 继续写下新低记录 但结婚对数却有12.5万对 回升到了2020年以来的新高 人力专家发现 年满20岁以上的劳工 目前只有四成二的比例 有小孩 很多人打算不婚不生 百分之六十二上班族表示 其实没有这个结婚的一个计划 以人生规划来看的话 那同样的也有百分之这个 五十八的上班族表示 其实没有这个生育的一个计划 低薪还有工时长 甚至这个教育制度 治安状况 以及高房价等问题 都有关系 为了鼓励民众生育 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 通通调高育儿津贴与生育不住 但还是有八成七的民众不为所动 调查也发现 上班族认为 孩子从出生到18岁成年 父母准备的生养基金 平均至少要达到657万元 家庭每月收入 最少也要超过11万块钱 才有能力生养一个孩子 鼓励企业这个加薪或是提高 这个基本工资 以及这个积极的这个改善 跟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 来使从业人员的薪资 也跟着这个提高 才有办法解决一些这种 买房的问题 或是生养育的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 那当然更重要就是要建立 比较完善的托育制度 跟这种照护制度 另外也有高达七成八已婚 但没有子女的劳工觉得 父母或公婆会给夫妻压力 但对于职场父母来说 将近九成的人认为 自己没有办法平衡孩子与工作 78%的人甚至曾因此有转职念头 看来如何调配职场压力 公务时间与亲子关系 考验着职场爸妈们的智慧 记者顾参永 台北采访报道 4月儿童月台北市立美术馆 儿童艺术教育中心推出 是谁躲在风景里展览 展出了洪瑞玲 叶子奇 廖季春等11位艺术家的作品 现场还有互动装置 希望让大小朋友都能各有全新的体验 风景自16世纪末 17世纪初 跳脱作为绘画构图内的背景角色 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绘画主题 绘画风景除了反映 不同时代的自然景观 城市图像 它是自然走入画框的轨迹 也是人与空间记忆的连结 风景画它在于视觉 它上面包含景观 然后不同的视角 以及到今日当代人 他们如何去看风景 那如何去诠释这样子的当代艺术创作 台北市立美术馆 儿童艺术教育中心推出 是谁躲在风景里 教育计划 剪出洪瑞玲 叶子奇 廖季春 蔡映堂 爱德华马奈 等11位艺术家的作品 邀请大小朋友 从生活中亲近的自然观察出发 展开对风景画的各种思索与体验 非常非常年轻 具有创意的艺术家 然后在媒材上面也是非常的多元 有水墨类的 有声音类的 有装置类的 北美馆 儿艺中心共规划 写生自然 人造风景 以及内在风景三个主题 展场攻坚设计 也以登山活动的踏青意向 引领大小朋友运用不同的感官 发掘艺术家面对风景的想法 建构独特的观赏体验 九层华长报导 九层华长报导 哈喽大家好 我是谢晨君 打防诈骗的呼吁 常透过交友平台认识 多文字甜言蜜语 交往不久呢 便以各种明目要求 汇款投资 寄送礼物 或者是带保管地契手续备用 提醒民众遇到网友要求汇款时 务必要提高警觉 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喔 新北市政府行动治理座谈会 市长侯友宜来到金山区 听取里长的意见 区长也在会议开始 对于近期地震过后 发生了临心灾情 感谢第一线的里长 还有各局处的协助 新北市府行动治理座谈会 各局处首长在市长侯友宜的带领之下 来到了金山区与里长进行座谈 而座谈会开始之前 区长对于近期地震过后 发生临心的灾情 感谢第一线里长与各局处的协助 让金山的地震灾情 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在这边要特别感谢市长 跟所有的局处首长 那今天来到金山 来进行我们这个 启动市府的这个会议 那么在这之前呢 我也想先报告一下 我们在临心灵站 这种疫症的状况 那当天我们接到市长 只是马上成立在那里面中央之后 我们首先就先跟合一场合二场 做横向的联系 确保他们是安全合理的 接下来马上跟各个学校 做一个联系 那孩子们接到这个手机的指报 学校的这个干部 主任校长 都把孩子带到高处 因为手机实情是 海校的一个指报 所以确认这部分都武力之后 我们针对收到的这个 所开的状况 那在这边也特别感谢我们 警察局 校围局 也环保局 第一线的同仁在金山区 虽然只有临心的几件案件 都在第一时间 全部完成研究 而金山区为新北市重要的观光景区 市长在座谈会中也提及 发展建设的脚步不能停歇 交通往来的顺畅更是相当的重要 真的地方提出的台流而线延伸案 日前也已经核定推动优先路段 而市府也将秉持建设部分 你我洗手中央来推动 各局处将会全力来配合 以疏解万金地区的交通问题 金山区发展小区不能停歇 所以前两天 美乐建中央在 又是二号的道路 前街到万里 也要到金山 不过又在第二阶段 那我们中央有六星翔 立委在 可以帮我们来解定 中央可行性的研修 能够改革工作 然后赶快来实践 建设没有分离实施 那不是美国的乐 所以一看烈烈田 不管你是自行追踪的 新增的或是列统 我们打交保持立委 很清理 尤其我们金山的东西 也是回归以后 到底国庆所从 怎么样规划 带走这个地方的更好的效益 也让里长人多有机会去参与 此外针对里长提出的提案 不论是自行追踪 新增的或是列管的 都要在座谈会中来谈清楚 还有金山青年活动中心 金山第一公有市场 以及中角弯修器设施的 完整规划等等 都要透过座谈会来讨论 让里长参与 并且提供建议 共同的来解决地方的大小问题 介绍平函和金山采访报道 金山区金美国小四元楼铁皮屋顶 锈石严重 动手一波就会轻易剥落 导致一下方的综合教室 每逢下雨就漏水 甚至有积水的问题 为此立委廖先祥也发起会刊 邀请国教署讨论如何进行改善 铁皮屋顶绣石动手一波 就可以轻易的剥落 这里是金山国小四元楼顶楼 可以见到不只是屋顶绣石 一旁脚踩的地平 也有氧化的现象 导致下方的综合教室 每逢下雨就会漏水 甚至是有积水的问题 而为此立委廖先祥也发起了会刊 邀请国教署来看看 能够如何进行改善 那因为这个顶楼的铁皮屋顶 大概从盖好到现在已经超过 快将近30年了 那已经面临楼地板的表层 有腐化的现象 那铁皮屋顶也已经老旧绣石 所以目前室内只要遇到大雨 就一直会有漏水 渗水的现象 那因为地面湿滑 容易造成学生跌倒 所以我们其实急需要 这样进行一个修缮 来确保学生的一个安全 综合教室是金美国小 相当重要的室内集会教学场域 多数的漏水导致积水 也让教室只要碰上下雨 就相当潮湿 影响到教学的品质 因此学校也希望能够透过 既有的铁皮屋顶拆除 并增设斜屋顶 来改善下方校舍漏水的问题 邀请我们的国教署 来现场勘查一下 因为我们金美国小 过去有送相关的申请补助案 给中央 但是都一直都没有获得 相关的补助 那今天我们希望邀请 我们国教署的长官 到现场来勘查 了解一下我们学校 对于这个防漏设施的一个 必要性希望能够尽快的来完成这个补助 那我们就希望说因为金美国小已经送件了 那我们希望国教署在一个月以内的时间 完成书面的审查 那后续如果顺利的话 那就会把这个既有的这个铁皮拆除 然后连同这边 以及旁边这个厕所的上方 那把它用新的铁皮把它整个盖起来 实地的会刊邀请国教署 看看学校校设防漏的必要性 而立委廖仙祥也要求国教署 在一个月内要完成金美国小 增设写屋顶案件的书面审查 尽快的推进屋顶防漏的建设 让金美国小师生重要的室内集会 教学场域不再漏水 提升教师的教学品质 与学生的学习效能 记轿平函金山采访报道 新北市三重区六张公园附近 停车位一位难求 停车乱象几乎是天天上演 当地里长争取新建地下停车场 十年奔波却苦无下文 市议员李翁月娥认为 新建停车场有其迫切性 要求交通局今年内完成设计 明年发包动工 解决民众停车需求 三重区六张公园附近 人口密度高 老旧社区多 停车一位难求 民众围停状况严重 十几年来福安里长施政通 到处奔波 寻求支持新建地下停车场 但都苦无下文 我刚上任的时候 早上四点多 被打电话起来 民众他开不了门 因为摩托车返乡的人 把门堵住了 我们光摩托车 移车的部分 每年都为了这个问题 然后最近光厚德所 因为汽车车 停车纠纷 甚至于弄到要杀坎的状况之下 层出不穷 为了了解进度 新北市医院李翁月娥 再度邀请交通局前来说明 虽然目前中央3.8亿元 补助款上位到位 但李翁月娥认为 六张公园地下停车场 不能再等 要求交通局今年内完成设计 明年发包动工 三重调解会主席林志忠也认为 要等都跟旷日费时 新建六张公园地下停车场 势在必行 我们有跟中央来争取 将近3.8亿的一个经费 那后续我们会 也是会等待 中央的一个补助经费大会之后 来启动这个案子 中央的钱 政府 中央的钱 都是我们八十的钱 今天如果做一个停车床 中央要来 大家都可以 八十都可以共同来使用 所以啊 市政府根本不必担心 他今年我要求他这个设计规划 要发包出去 明年就是开始发包 一定要动工 我一定要对 因为这个地方几乎都是老旧房子 几乎没有什么停车位 要等都跟这个旷日费时 所以地下停车场是势必要做的 六张公园新建地下停车场 总经费约八亿多元 虽然经费庞大 但李翁月也希望交通局能苦民所苦 积极筹筹策经费 让停车场早日动工 解决民众停车的迫切需求 记者罗瑞宏 如云玄采访报导 新北市淡水区 通往丰树湖的路上 有边坡路基流失 导致路面坍塌的情况 新北市议员蔡景贤 争取四百多万元的经费 在去年底进行工程改善 如今已经顺利完工 保障居民通行安全 为了新北市淡水区 通往丰树湖的道路上面 就在丰树湖1801号下边坡 过去道路路基流失 导致道路旁边的边坡 有塌陷的情况 危急居民进出的用路安全 为了要让民众有安心回家的路 新北市议员蔡景贤 争取四百多万元的经费 在去年底进行改善工程 而如今也都已经完工 让里长也感谢 新北市议员关心 三区居民的通行安全 议员表示 丰树湖在每年春季都有相当著名的幕僚 莲花盛开 还有许多的樱花与茶花 更是一处赏花景点 而这条斜坡 是居民进出的必经之路 因此修复道路更是重要 对此理长也说 过去这里陆基 年久失修 现在终于补足道路结构 更是让居民进出更加安全 这条道路坍塌的很严重 感谢议员大力的帮忙 才有今天做得这么漂亮 也感谢工手照顾我们水源里 感谢我们在景前议员 来争取这样的经费 市政府这边的补助 将近五百万的经费 我们把这个编拨 用悬备式的编坡来做起来 那道路的话 我们也做了将近四百公尺的道路 整个的整修 让不只是居民出入更安全 让游客来这边赏花 也够更安全顺利 区庄表示 这条边坡有18.9公尺 彩悬碧市挡土墙 及护栏复旧方式施作 改善后将路面重新铺设 也感谢市议员蔡景贤 向新北市政府养工处 争取补助总经费418万元 为道路用路人行车 增加安全的空间与保障 记者许端一旦水采访报道 汐子国小历史悠久 校内的校舍 却发生了瓷砖剥落的情况 立法委员廖先祥 邀请相关单位现场会刊 初步规划在暑假期间 进行外墙翻新工程 提供学童安全的上学环境 汐子国小是汐子历史最久的学校 校内校舍有发生部分 瓷砖剥落的状况 为了学童的就学安全问题 校方也有向教育部提出计划 申请外墙翻新 但是经费还未下来 因此今天立法委员廖先祥 就邀请教育部和教育局 及校方等相关单位现场进行会刊 校园安全一定是家长 送小朋友来学校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那前几年我们汐子国小的校舍 有一些瓷砖剥落的情况 这几年陆陆续续 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说汐子国小也有送一些补助计划 给中央希望教育部能够补助 把外墙做一些翻新 希望瓷砖不要再剥落了 那在前几年教育部 也这个案子也入案 在来重视学校的一个安全的问题 那因为经费的因素 所以这几年学校没有受到补助 但是因为教育局也非常关心 学校的安全的建筑 所以前去年教育局也剥了一笔初步的一个维护 安全维护的违离网的一个经费 销售外墙瓷砖剥落已经有好几年了 现场也可以看见 瓷砖有许多掉落的状况 目前校方去年有取得教育局的安全违离网设置经费 针对外墙掉落范围均有设置违离网 待后续经费到位就可进行外墙翻新工程 我们目前已经有装了一个防护网 也就是说检疫的 如果说目前小的瓷砖有掉落的现象 它不会直接落到地上 它直接有一个防护网能够拦截 这样对一个安全性来讲 暂时性应该是没有什么立即的一个危险 校园的安全刻不容缓 需要进处来协助解决 因此我们教育部近期会协助细子国小来修改 我们的身体补助的计划书 预计希望能够在今年的暑假前核定 让这个工程能够在小朋友暑假的时候 能够尽快的把这个工程来把它完成 让我们小朋友之后在我们校园活动都能够安全无虞 学童就学的安全问题刻不容缓 也是父母最关心的问题 后续校方将修改补助计划书 期盼能在暑假期间就顺利进行外墙翻新工程 让学童有安全的就学环境 记者李佳文细致 采访报导 登入失贝秀 Ready Go 一旦违规没有失贝秀 只有警察秀 集成多点注意安全与你相遇 新北市立图书馆系纸大同分馆演讲厅 正在进行结构补偿工程 预计今年5月底可以完工 新北市员白佩儒特别到场关心工程进度 期盼完工之后能够提供学生或是社团使用 新北市立图书馆大同分馆是系纸许多民众喜爱使用的场所 图书馆二楼还有一个演讲厅 平时规划多作为讲座或译文活动使用 但是使用率并不高 因此为了加强建物的安全性及功能性 于112年10月底进行更新工程 预计到今年5月底要完工 新北市议员白佩儒今天就到现场关心工程的施工状况还有进度 那今天初步只要是来看第一阶段整修后 但是还没完工的状况 那除了空调会在6月之前把它赶上来之外 其他内部的装修大概已经陆陆续续的完成 包括整个荧幕的更新 投影设备还有舞台的加宽 让表演者可以有更宽阔的舞台 可以在台上来做更进行的发挥 此次演讲厅的结构补墙工程 包含全洞耐震补墙 以及锈时处理和防水工程等 另外也为了让演讲厅能让更多年轻学子 作为表演或是社团成果展等使用 提高使用率 也进行灯光 音响 麦克风和投影机等全面更新 也将舞台加深 增加舞台可用空间及多功能展演使用 那因为之前展演厅它的设计主要是以演讲为主 所以它的舞台的宽度跟这个深浅都太过于狭小 导致这个使用率不高 那我们知道说文化局它目前在 包括我们艺民的活动中心在进行整体的结构补墙 那硬体做好之后我们当然希望内部的软体可以提供给市民更好的使用环境 甚至我们希望各项包括青少年的这个表演 或者是社团成果展都能够多多的使用这样的一个场地 我们这一次刚好演讲厅就结构补墙 将室内的音响设备这些灯光 还有单枪都成一根型 那整个这个舞台的状况是蛮好的 那我们后续会在启用后 然后广邀在地的学校团体能够来充分这边利用 系纸大同分管演讲厅结构补墙工程 预算经费约1183万 预计113年5月底完工 规划将于6月重新开放艺文团队申请使用 官方也将与外部团队合办展演活动 并增加置办活动 并鼓励在地学校和团体多加利用 让系纸民众参与艺文活动有更完善的场所 记者李嘉文系纸 财宝报导 供疗隆洞街是隆洞社区主要的连外道路 部分路段因为路幅狭窄 而且没有设置行人专用道 行人和车辆共用车道 假日常会拥舍回堵 甚至会发生交通事故 目前地方提出改善 也获得了市府的支持 预计今年9月就可以完工 隆洞社区位于贡寮区河美里 北为鼻头夹 南为隆洞夹 两海夹中为隆洞湾 游客可在此从事像是游泳 浮潜及生态观察等活动 因此吸引了假日众多游客聚集 而隆洞街是隆洞社区主要连外道路 部分路段路幅狭窄 而且没有设置行人专用道 行人车辆共用车道 假日常有涌色回堵情形及交通事故 纠纷发生 恐影响用路人及行车安全 这边是我们贡寮区河美里的隆洞街 那这个地方是我们贡寮区 一个非常重要的潜水活动的基地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台隆洞街 它的宽度大概就只有两台车 可以走的地方 但我们每到夏天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游客 会带着我们很多的潜水装备 要走在这个路上 那刚好停车场就在里面 所以它会导致游客跟车子 会混搭在这个路上 造成交通的阻塞 贡寮区区长就表示 经过当地居民 几里长一再反应 贡寮区工作 担对河美里的隆洞街道路拓宽来规划 以改善隆洞街 提升用路行人及行车安全 也感谢市府及市议员 全力支持与协助 是的 我们隆洞 隆洞社区的唯一的一条 计划道路 所以说我在这边 很感谢我们市议员 愿意一起跟我们的机长 特别是市长 愿意来帮忙 把我们这个夏天 涌起的这个道路 把它偷翻 在这边非常感谢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利用 我们旁边这个花台跟水溝的空间 然后我们把花台打出 然后把水溝填平 去做一个人行步道出来 那这样以后就可以做个人车分离 那这样以后我们的游客进出 跟车辆进出的时候 会比较顺畅 就不会互相打结 也比较安全 隆洞街部分路段路幅狭窄 行人车辆共用车道 严重影响行人及行车安全 你将既有花台拆除 及侧沟加高加盖 以拓宽路幅 并设置行人专用道 避免事故发生 提升行人及行车安全性 在新庄的幸福里 里长卢美玉把资源回收再利用的观念 运用在制作小烟蒂罐上 减少民众乱丢烟蒂 共同维护环境整洁 使用过后的这些空玉米罐 也能够变成维护里内环境卫生的一项新法宝 新庄区幸福里长卢美玉表示 其实这个创意设计来自于 背后默默辛苦打扫街头香味的环保制衣工有关 我们每礼拜扫街头都是吃人专二天到三天 我感觉吃粉的人很多都黑白片 所以我就是叫我们早餐店 给我收集这种回收的玉米罐桶 来让我做烟蒂罐 我们做这个希望就是 让吃粉的人 将那个粉塞 可以集中放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来把回收拿回来 没想到把守护里内环境资源 法宝就是这个小小的烟蒂罐 志工们说到在里办公处和里长一起制作的过程当中 实际感受到里长在平日对大家宣导资源回收观念的重要性之外 更彻底学到如何善加利用回收物品 也可以维护到他们居住的美丽家园 对里长来做这个烟蒂罐就是要让咖喷晒 这样比较困境和卫生比较好 利用这个机会给我们乡亲做一个宣导 就是说资源回收在地用 爱护地球 大家一起来 里长小小的创意巧思将制作好的烟蒂罐 选放在位置明显地方 让有吸烟习惯的民众随时可以看到这个小垃圾桶一样来丢烟蒂 池外里长的贴心 也在罐头上写下这些关心健康的字眼 更呼吁大家维护社区环境人人有责 记者黄又贤信中报道 爪锋里的银法共产志工班的班长何美兰 是爪锋里的领长 黄金自收站的班长 也是环保志工 在社区身兼多职的她 是里内各项活动的得力助手 虽然年事已高 不过有这一颗热情服务的心 秉持带领志工们在各个领域贡献己力 造福地方详亲 每周二是瑞芳区爪锋里银法共餐日 共餐志工一早就忙进忙出 做备料料理还要摆桌及餐后的清洁 志工伙伴们不分你我 为的就是要服务社区银法族 而其中共餐班班长何美兰更是身兼多职 带领社区志工协助里长进行各项活动 对这里公共事务非常用心 包括在时工过年时 她也有职工去上台的主点心 这都疑优到三天 她也是做我们的手工艺品 也是非常有才能 包括这会的环保英雄 她也是积优奖 所以美兰对我们这儿 你真的是房子 没有啦我来这的时候 她叫我给她看头看月子 她就让人给她看着 叫班警 我就叫她肯定去找我 对啦我就这么想说 有时候我就早来 要给她缺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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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缺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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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 但是担任志工已经十多年 不论是环保共餐关怀弱势 只要有需要他的地方 他都会不遗余力去服务乡亲 而且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志工兄弟姐妹们 大家一起付出心力 让他觉得格外开心 当地里长就说 里内的志工都是一路走来十多年 大家从六十几岁到七十几岁 即使年纪越来越大 体力上可能会比较吃力 但大家依然凝聚共事 只要需要他们 他们都在 真的有他们很好 介诚威 瑞芳采访报道 许多长者对智慧型手机的操作 还不是很熟悉 在泰山的同龙社区 理事长李顺义 在活动中心 邀请了领航员协会的讲师 办理手机应用教学活动 协助指导云法长辈 灵活运用智慧型手机 智慧型手机的兴起 许多长者对智能手机的操作 还不是相当的熟悉 泰山同龙社区理事长李顺义 在活动中心 邀请领航员协会讲师 办理手机应用教学活动 协助指导云法长者 活用手中的智慧型手机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 手机是非常必备的东西 那那个长者有些 对他的手机使用方面 还是没有 使用没有非常的方便熟悉 所以说我们也邀请了 这次邀请了金星领航员 来教导长者如何使用手机 许多长者都懂得用手机拍照 但是要如何将照片有规划性的记录 并保存下来 这样的课程让县长的长者们相当感兴趣 希望学会后能有效管理手机里的相片 照片的编辑 照片的编辑 影片的编辑 这样子 长者能够在日常生活中 增加的很多的情趣 很多的情趣 可以做好的照片 做好的影片 可以传给他的好朋友 大家共同的欣赏分享 李市长李顺义表示 让长者都知道灵活运用手机 不论坐公车 导航或是问题解答 都能透过手机知道讯息 这样的课程让长者们都学习得相当开心 记者虎宇轩泰山采访报道 竞争刺激的过马路大赛正式开始 选手们能安全抵达终点吗 出现了 马路上出现违规大魔王 为停让行人 警察开单举发 车辆没有停让行人 会罚钱 症状重伤或死亡 应付刑事责任 加重骑行二分之一 还会吊销驾照 过马路不能滑手机 行进入口要停让 你有安全有保障 一年一度的全中运即将登场 新北市新店达官国中小 今年有30位的选手 将代表新北初赛 参赛的项目包含了角力 柔道 举重和田径 而受其仪式上 达官校长林才爱 勤勉选手享受比赛 好好发挥实力 再创佳击 113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将于4月20号登场 新店达官国中小 今年一共有30位选手 取得资格代表新北市出赛 9号上午举办了 授旗仪式 由林才艺校长 授旗达官国中小代表队 并且勉励选手们享受比赛 发挥实力再创佳击 所有的努力都是在这个全国最高等级的赛事中 我们想要有最好的表现 所以希望我们的选手都能够在这个竞赛场上 能够充分的享受比赛 那也发挥自己最好的实力 争取最佳的成绩 即将出战全中运的30位选手 包括了柔道1位 田径2位 角力27位 而在角力部分当中有9位选手 双期举重项目 今年刚当选U15国家代表队的邱毅全 以及在去年全中运获得同牌的郑又熙 都表示 经过3月份的角力全国赛 和国首选拔之后 就进行了检讨和修正 9年级的他们 这次是最后一次代表达官出赛 将会全力以赴拿下金牌 发现自己就是攻击上有点太过于保守 就是要尽量就是积极去抢攻 然后大胆的做动作 这次的全中运是可以获得就是第一名的部分 然后也可以让就是全门看到 就是新北市争取荣耀 就是把在比赛不足的地方 都要把它修正回来 然后一些技术都要把它做到更好 因为是最后一次的全中运 所以是蛮紧张的 目标当然还是以冠军为主 另外八年级田径队的张子晴 和角力队的曾延恩 则是首次参加全中运 他们说心情难免紧张 但也很开心 会努力训练做好准备 上场一搏取得佳击 重训然后做卧推就是有加重 然后平常然后多在那个操场那边推 推那个牵球 然后让手感更好 然后希望在就是让比赛的时候 比较有那个手感出来 很开心啊 第一次选上 然后感觉走路有更大的殿堂 希望这一次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 达官国中小角力队教练为传逸表示 这段期间积极备战全中运 挑着每位选手的状况 相信只要如其发挥 都能够有不错的表现 同时希望能够以平常心面对比赛 期许这次全中运角力方面 能够努力抢下男女团体双料冠军 希望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想要抢男女生的双料冠军 因为这个是任何学校还没有达成过的 那我觉得因为我们有人数上的优势 而且我们学校也具备一定的水准跟实力 那我相信小朋友只要把实力 如其的表现出来 那我觉得都很有机会 全中运是全国国高中竞技运动比赛的最高殿堂 也是参赛选手展现平日辛苦训练成果的重要时刻 达官国中小代表队30位选手将在教练与师长的带领下 迎战这场赛事 为校争光也为新北争取荣耀 达官加油 达官加油 达官达官达官 达官加油 达官加油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新庄公华国小武术队参加113年新北市青少年武术锦标赛 继全国武术邀请赛成绩优异 新北市排名第二 一共获得金牌四面 还有四面银牌 还有三面铜牌 这样的好成绩主要是来自于平时的严格训练 而且几乎是天天练习 奠定了良好的基本功 才能让学生们各个武艺高超 2002年成立的新庄光华国小武术队 参加113年新北市青少年武术锦标赛 继全国武术邀请赛成绩优异 新北市排名第二 共获得金牌四面 银牌四面 铜牌三面 我们认为还有可以再提示 我们不会跟学生讲说我们这样是非常好 学武这种东西没有 没有个止境 就是说要每次都要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然后鼓励他们不断的提升这样子 比赛不是只看结果 你过程你有没有努力 那你怎么面对失败 你怎么面对压力 甚至说你赢了不可以骄傲 输了不要气馁 这个都是在比赛中可以学习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教练还特别表扬获奖同学 希望他们继续加油 而学校的武术队之所以有这么优异的成绩 就是来自于平时的严格训练 一周早自习练习四天 主要是以基本功为主 像是拉筋 跑步 踢腿等等 训练孩子的柔软度 心肺耐力 一些挑戏 下午则以武术套路为主 套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用套路下去练 就是说第一个是练武术意识 因为他就会有攻击跟防守的意识 那就是不要一下子就拿来开始打人 那他们会从套路先学习 然后从记忆 然后去感知他的身体 是这样 光华国小武术队的扎实训练不仅能在比赛 屡屡拿下好成绩 最重要的也能让孩子锻炼出强健的体魄 以及坚强的心智 练一个强健的体能之外呢 也要学习一些我们所说的有一个武德 那就是说培养在生活上面的一些常规 那可以遵守一些我们平常应该注意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应对进退的礼仪 有学到一些体能上的 然后还有像助人啊 然后修养品德之类的 我觉得是可以保护自己跟保护家人 可以让自己变得比较健康 然后可以就是让自己不会就是缩起来 然后就可以再长高一点 然后也可以保护自己帮助他 每个小朋友小小年纪一套拳打下来 说打就打 虎虎生风 光华国小武术队不愧是新北市小学的武术常胜军 讲究武德 重修心的武术 对于这些成长中的孩子们来说 更是宝贵的人生成长 重要涵养 以上新闻 记者人正洁 新庄采访报导 2024新北校园广告人 创意影片增见活动 从即日起受礼 今年是以开拍新北市为主题 只要和新北有关的政策议题影片都可以报名 需要学生们展现创意 透过影音展现新北市的独特美丽 2024新北校园广告人 创意影片增见活动 即日起开始增见 迈入第八年的新北校园广告人 在各大专院校甚至是高中职学生圈内 已经是具有口碑的品牌活动 活动规划一系列内容丰富的影像工作坊 从脚本发想到拍摄剪辑等内容 增进青年学子对幕后影像制作的认识 感受广告的魅力 新北市新闻局局长张爱津指出 今年以开拍新北市为增见主题 希望透过学生的创意和观点 提供不同的市政角度 展现新北市的独特魅力 此外今年的政策主题没有设限 同学可以参考历届的主题 或者是自行选择与新北相关的政策议题 活动共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初选影音企划 内容需包含团队介绍拍摄主题 及企划构想等等 则优选出30组进入复选面试 并且比照广告公司提案模式 选出12组入围 入围12强的学生 每组可以获得2万元拍摄基金 作品完成后决选出前三名及评审团特别奖 社群行销奖各一名 前三名奖金分别为15万、10万及8万 评审特别奖与社群行销奖的奖金各1万元 总奖金一共有59万元 欢迎喜爱影像创作的学生们来挑战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成立第七年 位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湾 米可思流浪动物关怀协会 长期关怀流浪动物的权益 并且举办公益活动 为他们争取福利 近年来受到疫情的影响 捐款人数不断下降 让学会的营运一度陷入困境 还有一群热心的志工 每天来到协会帮流浪猫整理环境 喂食投药 为协会省下不少人力成本 仔细巡视每一间猫窝 定时清洁与喂食 还要每天观察记录猫咪的身体状况 年纪轻轻才20岁的小文 是米可思关怀流浪动物协会的自身志工 协会目前收容将近90只流浪猫 现在全都是它负责照顾 本身就很喜欢小猫咪 然后就在网路上面找 有关于猫咪的工作 或者是当志工之类的 喂饭然后清理猫杀 把那些玻璃地板那些猫咪的地板 把它全部清理干净之后 再把它放回去 然后呢一天下来的话 会清到两到三次 然后最辛苦的话就是 要一直寻猫咪有没有大便之类 如果有大便的话 就要立马把它铲掉 台湾米可思关怀流浪动物协会成立至今 已经迈入了第七个年头 有别于一般动宝团体 给人较悲情的形象 理事长董文奇将收容所欲 与宠物有限餐厅结合 独创浪猫专属天地 希望来到这里的民众 都能借由近距离接触浪猫 增加领养意愿 就我们自己突发奇想 就会想说 在一个都市的环境 在一个很紧凑的都市当中 然后在山崇这个地方 然后找一个比较舒适安逸的环境 让民众来这边 对动宝团体又是另一个新的意向 微型社福团体经费结局 再加上近年受到疫情影响 捐款人数下降 让米可思关怀流浪动物协会 营运一度陷入困顿 幸好有无私的志工奉献 协会才得以继续为流浪动物 提供安身立命的场所 米可思来讲的话是非常需要志工 应该是说所有的社福团体 都很需要志工 因为其实政府对这个区块 其实有心无力 那所以也只能靠自己的团体里面 然后去募资啊 然后再寻找能力上面 米可思关怀流浪动物协会 呼吁爱猫人士一起加入志工行列 用最实际的行动来帮助每一只浪猫 记者卢云璇采访报导 新闻最后一起来看 近期有哪些精彩活动 也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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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